这个女人叫祝瑶 是一名28岁的游戏从业者 刚还在家打着游戏 下一秒就坐在了这个茅草屋里 正在她猛逼时 一位妇人就走了进来 见她穿着一身古装说 臭丫头太阳都扇屁股了赶紧干活 说爸便拽着她的衣领直接丢了出去 祝瑶立马警觉起来 问你是谁 妇人说我是你老娘赶紧出去烧水 想赖在屋里挨揍吗 祝瑶看着眼前的柴火和土造 明显地陷入了沉思 自己不仅穿着睡衣 还多出来的娘亲明明是身穿 却用着浑穿的设定 这样真的好吗 最最关键的是 我连点火都不会烧个皮的水啊 祝瑶思来想去 她撑死一个技术宅 怎么就穿越了 因为从小对计算机感兴趣 毕业后就一直从事着游戏开发的工作 打造出了在国内炙手可热的网游 而她的主要工作 是维护游戏存在的漏洞 也就是传说中的GM 结果突然一变成为了烧水的做饭的 想到这祝瑶有些抓狂 穿越到古代一点优势都没有 根本适应不了 不出三天就得挂了 超强的适应能力 已经让祝瑶度过了三个月了 也了解到了这里是祝家村 而她曾经也解释 她不是妇人的女儿 为此妇人带她去看大夫 看到祝瑶的状态 大夫胸有成竹地说交给我吧 随后拿出一把银针 祝瑶呆愣片刻心想 针扎下去 我不得成为筛子 就在这关键时刻 祝瑶立马认怂急忙抱住自己的娘亲 痛哭流涕地说道 你是我亲娘 从那以后 她再也不敢提 自己穿越的事了 还是安心的手在住 家村 做一个28岁没嫁人的古代老姑娘 此刻的祝瑶正打算去河边洗衣服 却在路口遇到了王大夫 见她笑得如此灿烂 祝瑶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就怕她从哪掏出银针 再给自己来上两下 这么惨的女人 见过没有 本来在自己家玩着电脑 下一脚就穿越到了古代 本想向名义上母亲交代一下 穿越者身份 却被她看作是脑子出了问题 白白送了两针给王大夫 这天 祝瑶准备去江边洗衣服 却在路口与王大夫不期而遇 祝瑶出于本能反应 怕给自己扎几针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可王大夫这次来 却有事找路瑶帮忙 听闻今天阵里有仙人选弟子 十年一次选 如被选上则可成仙 想麻烦路瑶带棋子碰碰运气 说完把小男孩推到祝瑶跟前 对于穿越过来的现代人 听到成仙 显然就是神棍忽悠人的嘛 不过毕竟是同村 帮的小忙也算不了什么 王大夫也放心地将男孩交给了祝瑶 可他走后 男孩却直接甩开祝瑶的手 说就算你帮了我 也不会娶你的 祝瑶顿时有好笑 不由地捏着他的脸 你个小屁孩还没长毛呢 瞎说什么 那小子赶紧躲开他的手 说我听人家说你 生不了娃 二十八岁嫁不出去 男人要离你远点 不然被你赖上 可是会绝后的 祝瑶听后 满脸黑线 虽然我是个技术宅 起码每年都会体检 说我不孕 有没有这么黑人呢 小男孩插着腰 傲娇地说 我家就有一个小男孩 你就死心吧 突然一只手扯住男孩衣领 扒了男孩裤子 给男孩屁股一顿胖揍 叫你说我不孕 你才不孕 你全家都不孕 打得男孩哇哇直哭 半住香后 朱瑶满意地停了下来 教训熊孩子感觉太好了 看着在一旁 瑟瑟发抖的小男孩 朱瑶还没忘记警告他 下次再这么没礼貌 我就让你下不来床了 然后带着熊孩子往镇上 这时的男孩 显然要老实得多 看着镇上 熙熙攘攘的人群 朱瑶想 这神棍不一般啊 号召力真强 很快朱瑶拉着熊孩子的手 带着熊孩子挤进了人群 看到台上的四个白衣男子 朱瑶意识到 这群人很有专业素质 统一的衣服 绝对有组织有纪律 难怪能唬住这么多人 这是一个中年人 上前走了几步 说今天是秋谷派 十年收徒的日子 来人不限男女 不限出身 你们可以依次来测试 当众人听到 他们可以依次来测试时 第一个测试者 是一个女人 带着一个孩子走上前去 白衣中年男子说 把手放上去 小孩显得有些紧张 不敢上前 他母亲说 难道怕被选上成为仙人 推着男孩上前测试 当男孩把手 小心翼翼地 放在水晶球上时 水晶球没有任何变化 白衣中年人 只是摇摇头 说没有零根 下一个 这时的朱瑶很困惑 这一幕怎么会觉得 有点眼熟 这不是每个休闲文 开头都有的测零根吗 本以为自己穿越了 仲田文 结果是仙霞 看着面前的小萝卜头们 路瑶满脸黑线 自己穿越 是不是太着急了 28岁休闲 即使是爬 也爬不过眼前的 小萝卜头吧 这时又有个小姑娘 上去测试 水晶球发出了 微弱的光亮 白衣男子平静地说 四零根你可以留下 其余各位白衣男子 在一旁谈论 今年入选者的资质 怎么如此平庸 另一位说 四零根 起码比五零根强点 再等等看吧 就在这时 一个肮脏的孩子走上台 他的衣服破旧不堪 就像一个小企牌 测试官照例让小男孩 把兽放到水晶球上 就在大家对他 没有希望的时候 刚才透明的水晶球 瞬间变得发出耀眼的宗光 刚才冷冷的 三个仙女的表情 瞬间变了 一脸欣喜地看着 这个落魄的少年 金木双零根 这是铁定会选进内门的人 其中一位测试官 告知小乞丐 先到一边休息 等测试结束后 可以和他们一起 围派中 此刻的小乞丐 显得非常平静 仿佛早就知道 他会被选中 他只是点点头离开了 朱瑶看着平静的小乞丐 瞬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而此刻测试继续 熊孩子却跑上了台 洛瑶好奇地 看着面前悬空的水晶球 心里琢磨着 看来零根越少越好 双铃根都这么了不起 不知道单铃根会怎么样 就在这刻 熊孩子的手 直接按在了水晶球上 剧烈的红光充斥着众人 也惊到了在一旁沉思的路遥 瞬间中年白衣男子 把熊孩子抢走了 口中激动地说 天铃根 居然是火属性的天铃根 朱瑶以为这个人要做什么 就在中年男子 想举起孩子的时候 朱瑶赶紧从他手里 抢了小屁孩 这时中年男子 才意识到自己有点不正常 并迅速向朱瑶解释说 这个孩子是万中无一的 火属性天铃根 而天铃根作为单属性铃根 修炼速度非常快 实属万中无一 此子铃根优越 将来必有所成 看到自己被选中时 他迅速向新人们跑去 留下朱瑶一个人在原地 不知所措 他心想 这孩子被拐了 王医生也不能怪我啊 朱瑶看着旁边漂浮的球 不禁有些好奇 他伸出一根手指戳了戳 一瞬间 整个球开始变得五彩缤纷 五种颜色的光耀眼无比 中年男子看到他的行为 并没有理会 总有几个好奇的凡人 他已经见怪不怪了 当朱瑶听到他说 这是武林根时 他不禁感到失望 好歹他也是穿越者 怎么就不给他一个金手指呢 但下一秒 水晶球发出咔嚓声 在众人的惊讶中 水晶球当场破裂掉在了地上 你见过穿越女 误认为被球碰瓷的吗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朱瑶用手戳了戳水晶球 谁知那球发出了五颜六色的光 随后居然破碎了 众人看着碎了在地的水晶球 无比的近 此刻朱瑶俨然像个石像 呆立当场 不会是我戳破的吧 刚刚小孩案上面都没事 为啥我一戳就破了 朱瑶想要道歉 而此刻白衣众人们不淡定了 一名白衣男子颤抖地用手指着他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其中一位白衣男子站出来说 事关重大 我们即可启程回派 说着随手扔出一片绿叶抛向空中 砰的一声变成了一艘非洲 白衣众人开始使用法术 朱瑶被迫跟小萝卜头们挤在非洲上 他还以为因打碎水晶球 要将他带回门派问罪 忙喊着说我可以解释啊 神仙也不能绑架吧 此刻的朱瑶才相信是有神仙的 不等朱瑶有所反应 嗖的一声 非洲已经在高空了 突然一只小手抓住了朱瑶的手 小屁还说你别担心 我们一起陪 男孩不好意思地说 反正你都摸过我的 我爹说男子汉要顶天立地 朱瑶这才反应过来 难道是我打他屁股那回事 这也要负责 这小孩脑洞挺大的 朱瑶捂着小屁孩的脸说 那还是要谢谢你 王小夫君 被双手捂着脸的小孩说 我们还没成亲 你不能这么叫 我是有名字的 我叫王徐之 正在揉捏王徐之小脸的功夫 已经到地方了 看到周围的景色 朱瑶惊呆了 白云弥漫 环关群山 云雾缭绕 一个个山顶 顶出云雾处 待非洲落地那一刻 四位白衣男子 转身盯着朱瑶 生怕他跑了 当朱瑶看向旁边 那还有小屁孩的影子 早就溜之大吉了 朱瑶骑得破口 大骂小屁孩没一击 这时四人上前说 掌门有令让你进去 是或躲不过 陆瑶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朱瑶来到大殿 为首的就是掌门 旁边还坐着其他人 掌门坐那问陆瑶 你便是打碎水晶球的女子 旁边的白衣男子 赶紧回掌门说 的确是他 掌门上下打量着朱瑶 嘴里嘀咕着 看年纪怎么这么大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陆瑶心里喷血 陆瑶捂着喷血的胸口 告知掌门 大叔我今年二十八 谢谢 什么叫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被带到门派掌门面前的朱瑶 被掌门说年龄大 朱瑶表示 大叔我今年二十八 掌门尴尬地倾咳了下 表示也不小了 随即他手一挥 一个一模一样的水晶球 出现在他的面前 掌门温和地说 小姑娘把手放上去 朱瑶汗言千里迢迢地 把我绑来 不提赔钱 还让我再试一次 他们想干什么 难道是碰瓷 想到这朱瑶飞速后退 向掌门解释 我之前真的是 不小心弄坏的 我怕再弄坏一个 所以还是不要 放上去的好 掌门表示 没关系尽管放上去 之前坏的那个 也不管你的事 听到他这么说 朱瑶如是重负 你早说嘛 朱瑶大放的将手 放在水晶球上 果然水晶球再次破碎 见此掌门大叔 不淡定了 连忙吩咐人 去玉林峰 把此事通知 给你太师叔祖 随后一脸温和地 看向朱瑶 问你叫什么名字 可朱瑶却鬼使神差地 反问了他一句 你叫什么名字啊 大叔 坐在下面的红衣女子 文言一脸指责地 呵斥他 大胆 你可知 坐在你前方的是谁 而朱瑶却是 一脸猛逼地 看着他回答道 不知道啊 红衣女子文言说 你如此狂妄 怎成大财 你现在区区一介凡人 若以后修有所成 还不欺失灭祖 朱瑶刚要发火 就被掌门拦了下来 师妹 稍安勿造 你也知道这种资质多难得 这万年以来 也就只见着这么一个 有什么事 等师祖过来再说 红衣女子却说 死女年事已高 就算有绝佳的资质 也很难在受尽之日结单 到时还不是枉费心思 朱瑶见他们 都开始商量上网 明显有些不愿 你们说话 考虑一下当事人好不好 红衣女子见她还敢开口 更加的不满了 直接呵斥到大胆 做错事 不知悔改一犯再犯 打断别人说话 你娘没教过你 教养二字吗 听见此话的朱瑶 瞬间小抱脾气上来了 好假谁不会啊 这位姑娘 如果打断别人的话 是没教养 你刚刚打到我问掌门 就算是有教养了 红衣女子见她这架势 对其说道 作为一个未入门弟子 居然质问掌门名讳 还说不是大胆 而朱瑶却是一脸阴沉地看着她说 问别人名字之前 报上自己的名字 不应该是礼貌吗 而且既然我未入门 对方是不是掌门关我什么事 红衣女子见陆瑶如此会说 气得只能说她巧词夺理 陆瑶看红衣女子气势明显弱了 说不过就说别人巧词夺理 说得过就认为别人大胆 请问你娘是这么教你教养的吗 对于二十年 我从老少 在吵架方面 陆瑶轻轻松松完胜红衣女子 红衣女子此刻气得说不出话 她直接捏了个火流扔向祝瑶 这是吵不过要动手了 祝瑶见此瞬间慌了 她居然忘了这是个仙侠世界了 这些人可是分分钟秒杀我 这下死定了 身为穿越者的祝瑶 只顾着跟红衣女子吵架 却忘了这是一个仙侠世界 这些人分分钟都能秒杀了她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一股水熄灭了火焰 一旁的掌门出手了 并说师妹不要冲动 虽然红衣女子还是很生气 但也只能放弃 这时掌门说 小姑娘你也尽尽心 想必你也猜出自己资质非凡 如如我们必将尽心培养 你可愿意 祝瑶丝毫没有犹豫 回答不愿意 掌门不可置信地问 你说什么 你可知你要去的地方 是整个修仙界都想去的玉林峰 祝瑶说玉林峰什么东西 掌门说玉林峰传承百年 只受雷林根的弟子 门下弟子寥寥数人 却有大半传人飞升仙界 这是雷林根最为奇特 上一个拥有雷林根的人 就是太师叔祖寓言 太师叔祖三岁拜师 百年修得元英 六千年便以化身大圆满 成为修仙界第一人 他虽已是仙人之体 却一直留在下界 等一个拥有雷林根的传承之人 听到掌门的介绍 朱瑶表示 哇哦不错哦 随后斩钉截铁地说 那我也不去 这样一旁的掌门听后 吐了一口老血 掌门百思不得其解 问为什么 朱瑶表示 我可不傻 我今天得罪了你的师妹 要是真进去你的门派 他还不往死里整我 掌门看向一旁 怒气之爆满的师妹 心想 这姑娘说话也太值了吧 陆瑶说 我哪来回哪去 拜拜拧脸 说着一溜烟 就往门口跑去 就在朱瑶跑出门外时 嗡的一声 撞到了一个男人的怀里 脑袋上立马撞出个包 朱瑶捂着掌包的脑袋 没好气地说 走路不长眼啊 让开 身后的掌门和红鱼女子 听到这话后 都惊恐地张大嘴巴 然而来人挪了挪紧 朱瑶路过男人身旁时 抱怨他一句 有肌肉了不起啊 准备继续开溜 怕朱瑶真的走掉 掌门大喊着说 太师叔祖那姑娘 就是雷琳根 门口的男人 闻音一把就拉住了他 朱瑶走得很匆忙 突然被拉了起来 惯性地又撞到了那个人 不出所料 额头上又起了一个包 气得朱瑶连忙质问 问你到底想干什么 而那人去一脸认真的对他说 跪下来 拜我为师 你见过谁能一言不合 就攻破对方防御的 朱瑶听到玉言 叫他跪下拜师 也不由愣了愣 啥拜师 其他人见到玉言恭敬行礼 掌门问太师叔 要收此女为徒吗 玉言淡淡地说 清传弟子 听到他要收朱瑶做真传 更是目瞪口呆 但朱瑶还是要跟他商量下 说大哥为什么非要拜你为师呢 而玉言却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说因为你是雷琳根 朱瑶道 请问有法律规定 雷琳根一定拜你为师吗 玉言说 雷琳根与修炼之术 只有我玉琳峰才有 所以你必须拜入我门中 说完 他一把拽住朱瑶的胳膊 仿佛不让他逃走一般 他告诉朱瑶想要成仙 就必须练这功法 朱瑶见状 连忙抽回了自己的手臂 冷冷地说道 我不想修仙再见 却还没走出两步 就被玉言一把拉了回去 直接抱住了他 在众目睽睽之下 踏着虚空而去 在朱瑶尖锐的声音中 两人迅速抵达了玉琳峰 由于速度过快 致使朱瑶有些头晕 这时玉言说 我姓玉自言 你既然露我门 自然随我姓 我赐你自 哇 朱瑶听后都要欺诈了 欲望你妹 拜托我真的不想修仙 请放过我吧 这个时候 玉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心念一转 原本还在说话的朱瑶 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身子不由自主地 向玉言扣了三下 把朱瑶经的赶紧追问 你想干嘛 玉言伸手一指 在他眉心倾点 顿时一道白色印记 慢慢出现 玉言说 自今日起 你便是我清传弟子 此印便是我收你为徒的证明 你明日清早到玉林峰顶 我自会传授你修仙之法 看着玉言突然消失 朱瑶忽然有种 被强迫交易的感觉 不过这人好像挺牛逼轰轰的 而且我也得罪了 那个红衣服的 有个靠山也可以 不过随即 他又反应过来了 玉林峰顶 朱瑶狼狈不堪 浑身脏兮兮 拄着拐杖爬到了地方 这才知道 玉言为何让他第二天清晨找他 他整整爬了一夜 看到山顶的茅草屋后 朱瑶再也坚持不住了 他的一声倒在草地上 此时开门的声音响起 玉言看到朱瑶狼狈的样子 手指点出 直接施展法术 将朱瑶身上的疲惫一扫而空 朱瑶好奇地说 这是什么法术好神奇 玉言却说了 让他恼怒不已的话 你是徒步上山的 为何不用山下的传颂阵 有哪个师父会这么坑土地的 朱瑶用了一晚上的时间 终于登上了玉林峰 此时的他已经是筋疲力尽 浑身无力 却听到玉言问他 为什么不在山下使用传颂阵 一听这话 朱瑶立刻就要原地爆炸 尼玛有个传颂阵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看到玉言一副无辜模样 朱瑶告诫自己要冷静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于是就以最标准的礼物 向玉言施了一礼说 胡儿见过师父 玉言看到他这般模样 也是满意地点点头 再看看他身上脏兮兮的衣服 一挥手片刻间就被洗得干干净净 朱瑶看得目瞪口呆 若是能学会这招 衣服都不用洗了 听到玉言要带自己 去熟悉一下环境 明日清晨再教他引起路 联盟屁颠屁颠地跟着去了 结果一去就是一个晚上 此时的朱瑶已经是累得 上气不接下气 两人来到山下 玉言给他讲解了一下 这个传颂阵法 朱瑶闻言 这才反映过来 自己昨日不正式走的那条山路吗 原来那块破石头的后面 就是传送阵法 想起一晚上都是白费利器 朱瑶顿时泪流满面 而他脚下的阵法 也慢慢地散发出淡淡的光 慢慢地变得明亮起来 转眼间两人就出现在了山顶上 如此神奇的东西 也让朱瑶有些兴奋 玉言也在这时说道 此法阵可双相互通 你也可以用它传送下山 朱瑶闻言却是一脸疑惑地询问他 既然这个阵法可以相互传送 了一天的山路 玉言被他问得一愣 似乎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连忙转移话提到 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我再教你隐气物体 说吧以迅雷之势跑进了房间 朱瑶见此一脸的黑线 师傅的技能叫专制坑涂地吗 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今晚怎么休息 一日清晨 朱瑶从梦中惊醒 梦中有个白胡子老爷爷问 勇敢的少女哟 你丢的是这个金房子 还是这个银房子 朱瑶乖巧地说 我丢的是那座草房子 老爷爷说 真是个勇敢的少女啊 就奖励你 去住那栋草房子吧 朱瑶从床上醒来 整个腰都是痛的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行堂尊上的房子 怎么是个破草屋 看着师傅在那里打坐入定 朱瑶连忙走到了他的面前 月言缓缓睁开了眼睛 月言让他坐在对面 朱瑶一脸好奇地问 这就要开始休先了 月言在他的眉心点了点说道 今日我便将你引起入地 月言说闭上眼慢慢感受 月言看到朱瑶依然入定 这时才对其说道 这便是灵气的运转方式 等感应到灵气后 就可以引入灵气 而朱瑶倒是一脸固解地询问 怎么才能感应灵气 穿越者陆瑶准备修炼 竟然感觉不到灵气 师傅预言说 这便要看悟性了 你闭上眼放空一切 用心去感受自然能感应到 朱瑶在师傅的指点下 足足修炼了一上午 但还是感应不到灵气 朱瑶便决定先歇息一会儿 然后再继续修炼 朱瑶看到旁边的传送阵法 顿时来了兴致 他刚从传送阵到山脚下 便遇到了当日那位师叔 朱瑶客气地迎了上去 朱瑶的话吓了来人一跳 连忙说道 弟子可当不起您一生师叔 请太师叔切莫如此换在下 叫弟子道号子灵就好 陆瑶有些不解 子灵便说 预言尊上买门派中辈分最高的人 就连掌门也需得换一生太师叔 你是预言尊上的徒弟 安倍分弟子应换您一生太师叔 所以安倍我应换你一生太师叔 此时的祝瑶才明白 原来自己的身份这么牛逼 当他得知李玲是为了办入门手续的 便随他一同前往 很快二人就来到了一处大殿 众人见李玲态度如此恭敬 不免愣在原地 直到听了他的解释 这才紧忙朝着祝瑶行了个礼 子灵说玉林峰的身份预排 需要一些时候才能做好 还请师叔在此稍等片刻 弟子去后面看看 陆瑶也表示 你去吧我在这里等着 一直被鞠躬他压力也挺大的 而在这时 陆瑶被一嗓子惊地转过头 刚走进大殿的王徐之 看到了前方的祝瑶 像炮弹一样冲过来 可怜兮兮地对他说道 你跑到哪去了 要是你丢了 我可是不会找你的 祝瑶看着他忧心忡忡的样子 忍不住露出一次笑容 你这小屁孩还是挺担心我的嘛 真是毫无魄力的威胁 忽然传来一片喧哗 只见一名少年正被人按在地上打 而上面的小胖子边打边说 你在跟小爷我抬杠 看小爷不打死你 陆瑶看到被打的男孩 就是当初镇上叫萧毅的双铃跟小乞丐 这时旁边的王徐之挺身而出喊道 赵小胖你干嘛打人 旁边的少女哭着忙说道 赵小胖说了 他要先拿到玉佩 还不让我领 萧毅哥哥说了他一句就动手了 赵小胖子说我都是一层练气了 你们一点修为都没有 我本来就应该排第一个 朱瑶文言再也忍不住了 这家伙居然如此嚣张 他正准备给他一个教训 确实有人抓住了他的手臂 来人小声告诉祝瑶 这种事最好不要插手 他是长老大弟子的儿子 水木双铃根 注定要入内门的 小心惹火上身 而那边王徐之说 长老说了 按个子排队不许擅自离队 你怎么乱战 小心待会长老过来罚你 赵小胖听他这么说 瞬间秒怂 离开之前 还不忘撞向萧毅并说一句 你给我等着 萧毅则是目光冰冷地盯着赵小胖的身影 心中暗自发誓 总有一天 我会让这世间所有人匍匐在我脚下 修仙界第一人 竟然被刚入门的徒弟打 祝瑶兴高采烈地跑回了御林峰 进门就喊 师父 我领完玉牌回来了 祝瑶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哪里有师父的影子 师父不在 只好练习下刚学的影机入体了 这时御言推门而入 而此时的祝瑶早已瘫软在了床上 当他见御言走进房间时 眼睛都冒光了 冲过去扑通跪到地上 一板抱住了他的大眼 师父 三天了 你总算回来了 我快饿死了 我想吃饭 月言觉得修仙之人不宜多识 容易影响修行 可当他看到祝瑶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这才意识到他的徒弟连隐气入体都没有学会 不吃东西好像不行 于是亲自下厨 各种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走起 做饭时的他拿着红萝卜也是那么的帅 熟练的刀工 炒菜的动作 俨然就是顶级大厨 不一会功夫 月言做好了一桌子的饭菜 看着师父递过来的米饭 祝瑶眼中的师父 俨然满性十足 结果米饭 直接就开始狼吞虎咽了起来 整整吃了好几碗 这才满意地打了个嗝 见师父将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祝瑶顿时觉得他那么的贤惠 真是遇上了神仙师父 有这么全能的师父 一定要好好练功 此时的祝瑶干净十足 一直从晚上打坐到清晨 而此刻的祝瑶就像双打的茄子 小萝卜头们都感应到灵气了 他还毛都没有 说好的雷灵根金手指呢 但下一秒就见他脸色一白 紧接着 夏父就传来了疼痛 这熟悉的感觉是 大姨妈 当他捂着肚子 痛得翻来覆去的时候 玉言突然闯了进来 见徒弟满床打滚 震惊地问徒弟 你受伤了 祝瑶看到师父过来 连忙尴尬地说不是 师父你先出去 我一会就好了 看到祝瑶屁股后渗出的血 玉言说让维师看看你的伤口 吓得祝瑶赶紧捂住屁股说 扫吧 我没事 师父你不用管我 玉言说血气如此之重 怎么可能没事 难道是有人在威胁你 说着玉言使用法术 祝瑶整个人就飘在了空中 随后静止地飞向了玉言的怀里 祝瑶明显有些不知所措 可玉言见他裤子上 渗出了大量鲜血 还以为是他的腿受伤了 刚想将他的裤子拉下来 伴随着一阵刺耳的尖叫声 玉言的脸上多了一个巴掌印 此时的他简直百思不得其解 伍弟这是怎么了 为何如此反常 撕刀扑和变态又是什么意思 活了上万年的玉言尊上 竟然帮女徒弟做姨妈金 玉言明明想帮徒弟疗伤 为何徒弟却如此反常 一想到这里 宅了万年的玉言 决定去人间找找原因 玉言花了一天时间 去变了人间各处 从人间考察回来的玉言 这才意识到徒弟不是受伤 原来是女子会有的正常现象 一日清晨 祝瑶从床上醒来 迷迷糊糊的 好像看到了自己的老妈 等他睁大眼睛才发现 这个在穿针引线做女工活的人 居然是自己的师父 玉言见徒弟醒了 便把刚治好的东西给他 祝瑶看着递过来的东西 问这是什么 玉言告诉祝瑶这是月时代 祝瑶看着和姨妈金 一模一样的布 瞬间变得满脸羞红 师父给我做的姨妈金 我家师父脑子真的没问题吗 夜晚玉言看着 躺在床上的徒弟陷入沉思 想到遇见的老中医叮嘱 女子特殊时期不易受粮 于是乎玉言从自己的储物界中 取出被子 刷一层 两层 三层 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了 忍不住说师父不用了 时间已经过了半个月 此刻的祝瑶表示很无聊 突然一个想法冒了出来 不如去看看小萝卜头吧 祝瑶来到山下 向遇到的同门 打听王徐之分配到了哪里 得知王徐之已是掌门的入室弟子 此刻在见风修炼 当被问起陆瑶是谁时 陆瑶不想再让人叫他太师叔了 说我是他大姐 祝瑶很快来到见风 看到正在练剑的王徐之 王徐之也发现了祝瑶 刚准备打招呼的祝瑶 就听到王徐之喊他媳妇 祝瑶一手拍在他脑门说 乱喊什么呢 没大没小 王徐之则反驳道 我爹说了女子以父为天 所以我大你小 祝瑶见他这样 忍不住捏着他脸笑着说 小小年纪不学好 整天竞想着娶媳妇 谁要当你媳妇啊 王徐之则一本正经地说 当然是你啊 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 言出必行 我已经十岁了 我说过会娶你 就一定会娶你 不会嫌弃你的 祝瑶心想 这小屁孩还挺会聊的 长大了不得了 连忙尴尬地转移话题 听说你拜了掌门为师 王徐之得意地说 我已经是练技三层了 连大师兄都没有这么快 你说我是不是很厉害 祝瑶表示 是是是 你是最厉害的小朋友 王徐之不好意思挠头问 那你呢 你几层了 维言祝瑶自闭了 自己可是连灵气都感受不到 看到祝瑶垂头丧气的表情 王徐之连忙劝说 你别伤心啊 就算没有进入练气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大不了我养你啊 说吧 拉着祝瑶的手说 要不你也拜我师父为师吧 师父很疼我 一定会答应的 听到此话 祝瑶好笑地想 就连掌门都要叫我太师叔 刚要拒绝 突然一个人重重地 砸到他们面前 看清这人 是当日领取预牌的赵小胖 他躺在血泊中 已经没了声响 祝瑶见此立马将王徐之 揽在怀里 用手捂住他的眼睛 而在旁边站着的小男孩 手里拿着带血的剑 恶狠狠地盯着地上的赵小胖 男孩正是当日 那个双铃根的小乞丐 萧逸 什么原因导致一个小孩 能杀人呢 看着地上 已经没有声响的赵小胖 一个人从人群中 率先反应过来 盲戳剑冲向前去 萧逸按在地上 随后吩咐旁边的众人 快去通知师父 被按在地上的萧逸 并没有反抗 眼神里仍透露着倔强 掌门很快就赶了过来 看向地上的赵小胖 随后使用反术 一道道能量飞向赵小胖体内 使他的伤势很快恢复 当掌门看到他恢复了呼吸 恼怒质问众人 这弟子修为尽散 是谁下手如此狠狠 而萧逸此时的眼神 却是无比的冰冷地回答 他该死 很快萧逸被绑住 双手跪在了大殿 一旁的赵元修已经忍不了了 恶狠狠地盯着萧逸说道 无事门归 望顾同门之意 小小年纪下手就如此狠辣 必须严惩 请掌门师叔为我而主持公道 萧逸文言却是冷喝一声 你的儿子什么时候又在乎过门归 欺压同门仗势欺人 我揍他是替天行道 我只后悔做得轻啊 赵元修听见此话 气得他刚要动手 就被他的师父子人拦了下来 紧接着就向掌门说道 师兄 目前事情已经清楚了 没有门归 还望师兄秉公处理 依照门归 费去辞子修为 踢出林根逐出门去 子慕文言思考着 萧逸是个好苗子 如此毁了倒是有些可惜 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突然注意到了 正在门口吃瓜的祝瑶 瞬间眼前一亮 连忙向他询问 此事不知小师叔有何高见 听到掌门喊祝瑶为小师叔 众人都不可置信地看向祝瑶 连忙恭敬地向祝瑶失礼 而此时的祝瑶尴尬 又不是李树地向他们说大家好 满脑子都在想着怎么逃跑 以师父叫我回家吃饭为由 准备开溜 可身后的门却在这时破坑关上了 祝瑶的脸顿时就黑了 这是要逼我出手啊 掌门这个老奸巨华的家伙 自己怕得罪人就把球踢给我 看确实走不掉了 指着萧逸道 你们先放开他吧 赵元修虽然不满 也不敢违抗小师祖的话 解开了绑在萧逸身上的绳子 祝瑶问萧逸为何要下如此毒手 萧逸依然愤恨地道他该杀 萧逸说道 自入门起他就欺负玲龙 不与他计较 他却变本加厉 差点害死玲龙 我也将此事告知管事师兄 可是他们全因为赵小胖 是气风大弟子的儿子 都对此事视而不见 祝瑶说 就因为这个 你就杀了赵小胖 你没有想过 就算你杀了他 也就不了玲龙 而且你却因此背上一条人命 萧逸咆哮着说 至少我为玲龙报仇了 我杀的是该杀之人 此时的祝瑶也严厉地说道 谁也没有权利判定一个人的生死 赵小胖差点害死玲龙 这原本就是他的错 而你却想杀了他 用一个更大的错回报他 你觉得这样是正确的吗 听到祝瑶的话 萧逸也意识到自己错误 低着头没再说话 祝瑶道 萧逸重伤赵小胖是事实 应该对此负祝瑶责任 听到这话 赵元修高兴地立马行礼道 太师数明察 刚说出这几个字 只听祝瑶又说 但是赵小胖欺负人 在先是引发这场事故的诱因 所以他本人也应该负此要责任 话方一转对赵元修说 还有你子不叫父之过 赵元修只能阴沉着脸失礼道 多谢太师叔教会 祝瑶转身对子慕说 好了我对门规不清楚 掌门看着具体怎么罚吧 掌门对祝瑶处理的结果 很是高兴上前说 小师叔果然高见 祝瑶看着掌门那一脸奸诈地笑 心想老狐狸 你不就想让我这么说吗 回到玉林峰 只见祝瑶抱着玉言的腿说 师父怎么办 我又闯祸了 玉言看着徒弟撒娇 似的抱着自己腿 淡定的问何事 祝瑶向玉言哭诉道 上次得罪了丹丰丰主 这次又得罪了紫园真人 我死定了 祝瑶想象的画面是 师父会说 别怕为师照着你 而实际情况是 紫园是谁 看到没有想象的效果 一副需要安慰的表情说 师父是不是特后悔 受我这么个徒弟 要不你再找个别的徒弟 这次下山发现资质差的小孩 都学会隐气入体 我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废柴 玉言安慰道 修行不是一时之事 持之以恒总会领悟的 如果你实在在意修行速度这件事 那便毕关修炼 从今日起 筑基未成不准下山 听到别人以身相许 你会怎么回答 祝瑶自入门先后 得罪丹丰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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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让他闭关修炼 不到筑基不准下山 祝瑶文言整个人都实话了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 五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祝瑶坐在山峰上 一副无精打采的表情 跪圈真严格 五年了 还真就不准我下山 不过为毛我还是什么都感应不到啊 而就在这时 停停停 别咬别咬再咬 我要动手了 只见王徐之在仙鹤的围攻下 跌跌撞撞向祝瑶跑来 祝瑶见次赶忙制止仙鹤的攻击 但王徐之已经满头是包了 蹲在地上 抱头的王徐之叫了声媳妇 祝瑶说你是小屁孩 看着面前的小屁孩 都长成翩翩少年了 祝瑶忍不住在他头顶摸了摸 而王徐之却被祝瑶的举动 搞得满脸羞红 害羞地问祝瑶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祝瑶笑着回答 笨 你过得好不好 修为怎么样了 有没有人欺负你啊 当祝瑶听见他说 我的修为目前已经练技大圆满了 后天的门内大笔 我会参加练技组 前三名的奖品是祝鸡丹 转而问 祝瑶姐 你的修为怎么样 顿时感觉一把刀 扎进了自己的心脏 王徐之见词显得有些慌乱 连忙说 我看不穿祝瑶姐的修为 我以为你的修为在我之上 难道你还没学会 隐气入体吗 我要是知道你一点修为都没有 就不在你面前提了 你别急 隐气入体 其实很简单 我当时一晚上就学会了 此刻 王徐之的每句话 就像扎在祝瑶身上的刀子 见祝瑶已经握着拳头 准备发火 王徐之赶紧找个借口溜了 顺便还不忘提醒他 一定要来看我的比赛啊 听见此话的祝瑶 脸色更阴沉了 看个屁的比赛啊 我也得能出去啊 还是老老实实修行吧 深夜玉凌峰 祝瑶盈盈感觉 有什么东西围绕在他周围 难道这就是雷灵气吗 祝瑶顿时有些兴奋了 让他们进到身体里就可以了吧 等了五年 终于等到了 压下心底的兴奋 祝瑶盘膝坐下 立刻进入修炼状态 此刻他身边发出耀眼的光 缓缓将雷灵气引到自己的体内 强大的能量 让祝瑶感到剧烈的疼痛 此刻正在加固护山大阵的预言 剑狱临峰方向传来阵阵雷声 意识到了什么的他 只是一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掌门子木在旁边差点惊掉了下巴 当月言来到山顶时 见到祝瑶嘴角带血地倒在了地上 月言赶忙把祝瑶扶在怀里 祝瑶看清来人 虚弱地喊了声师父 月言赶忙说 别说话收敛心神抱怨手一 赶紧停下灵气牵引 随后将一道能量打入祝瑶眉心 片刻后祝瑶勉强盘膝坐下 月言这才仔细观察起徒弟 发现已经是铸鸡大圆满了 月言面带笑容疑惑 欲望怎么突然突破到铸鸡大圆满 好像猜到什么似的 一把将祝瑶抱起 缓缓放到床上 叮嘱他先休息 今日之事切勿向旁人提起 祝瑶开玩笑地说 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徒弟无以为报 要不我一身相许吧 祝瑶看到师父缓缓弯下身 帮他盖好被褥 看着祝瑶轻声地说 你本来就是我的 谢师父救命之恩 徒弟无以为报 不如以身相许吧 月言听罢 只是将被褥盖在了他的身上 轻声地对他说道 你本来就是我的 听见此话的祝瑶 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 面带嘲红地问师父 你的人是指 就在看到师父 这浓烈的霸道总裁七夕 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月言却告诉他 你是我的清传弟子 自然是我的人 此时的祝瑶 头顶一直乌鸦飞过 他才明白 原来师父是这个意思 祝瑶睡到了第二天 他伸着懒腰 整个人都感觉不一样了 金手指就是不一般 他果然不是穿越旅游的 月言刚推开门 祝瑶立刻就扑了过去 兴奋地询问着师父 早餐吃什么呀 而月言看着嘴边 还有口水的他说 你既已住鸡就可避骨 今后你不必再进食了 听到不能吃东西 祝瑶抱着月言胳膊 不能吃东西 人生不是少了很多乐趣 师父要不我们偶尔还是吃一顿 体验一下生活吧 无论祝瑶怎么苦苦哀求 月言始终无动于衷 凡间食物所含杂质过多 不利于修行 并且告诉他这几日 多加练习法术 一个月后 随我去参加门派大笔 祝瑶闻言却是一愣 惊慌地问门派大笔 我要参加的话 一定会死得很惨吧 月言看着徒弟那神情 连忙告诉他 到时候你看着就行 听见此话 祝瑶这才放心 可当他听见师父询问 御剑书练习的怎么样了 却是尴尬地摸了摸脸 看着离地面越来越高的飞剑 祝瑶吓得花容失色 有些欲酷乌类地问师父 要不要飞低点 月言只说两个字 继续 而这时飞来了一只鸟 稳稳地落在了剑上 鸟大爷更是给他来了致命运击 原本摇摇欲坠的祝瑶 更加剧烈颤抖 不出所料 祝瑶直接掉了下来 月言见此 虽然有些无奈 还是一把将他接了过来 谁让他是自己的徒弟呢 此时的祝瑶哭得满脸泪水 晕晕乎乎地恳求师父 可不可以换个武器 月言则问 你想要什么样的武器 祝瑶嘴上说着 虽然有些不好意思啦 但完全没有不好意思地说 我要求也不高 宽一点的就行 用起来顺手可攻可守 最好收缩自如 只听了那一声 月言眨眼间就不见踪影 一个月后 祝瑶有气无力地趴在桌子上 自言自语地说着 师父你走就走 施什么正法啊 连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好无聊啊 师父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就在这时 月言奇迹地出现在他面前 性感曹操再现显灵了 说曹操 曹操到啊 听到他要的武器 都放在玉牌里了 祝瑶赶忙接过来查看 神识探入空间 里面有一身衣服 两本秘籍 一把扇子 当他将折扇打开的那一刻 一股香气瞬间散发了出来 月言在一旁解释道 这扇子展开后 可作为飞行法器 速度不差于预见 此时的祝瑶问 师父你这一个月 不会就是帮我 练制这把扇子去了吧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祝瑶的泪水再也控制不止落下 一下子就扑到了师父的怀里 满脸感动地表示 徒弟一定好好听话 努力修炼 给你养往 月言文言连忙羞涩地转过头去 一把就拉住了他的手 该出发参加门派大笔了 看着飞山的巨大面积 还有一旁的师父 祝瑶顿时满满的安全感 什么样的眼神使得 霸气侧落的众尊者 吓得瑟瑟发抖 师徒二人很快就来到了演舞场 见到月言两人到来 月言的那一刻 难免会有一些激动 太师叔几千年 从来没有参加过门派大笔 今天竟然为了徒弟来观战了 可下一秒 他注意到一旁的祝瑶 小师叔五年前还没隐气入体 如今已经大圆满了 果然明示出高途啊 月言他们从人群中走过 纷纷向他们行礼 见到修仙界第一人的月言尊上 上万年来从未出现在人前 今天居然见到活的了 众人都紧张地颤抖起来 而这时三位尊者也来了 强大的威压让祝瑶直不起身 难受的表情 一个眼神 三位尊者瞬间吓得气势全无 连忙收回威压 匆忙落地向其行礼 毅然尊者看到将徒弟护在身后 恶狠狠盯着他们的预言 尴尬地笑着说 这就是师叔新收的小师妹吧 怪不得师叔方才放那么大的威压 想来是因为伤害了这位小师妹 三位尊者也意识到 被徒弟控制仇了 众人很快便来到了高台 这些人按照位分高低落作 高台分为三层 一层预言 还有站在后面的助遥 二层是三位尊者 三层就是掌门和封主 祝瑶顿时觉得加杯可乐 就可以凑个超豪华套餐了 随着众人的喧哗声 门派大笔正式开始了 首先上台的是王徐芝 而对手居然是萧毅 二人没有废话 王徐芝率先出手 是锋刃 萧毅也是连忙力气一面点强 挡下锋刃的同时 也挡住了王徐芝的视野 就在瞬间 萧毅来到了他的身后 一剑 绝察到危险 转身迅速挡下这一剑 同时调动全身所有的灵气 启动剑阵 一般 公尺云霄 台下的弟子见到这一幕 不免有些惊讶 这可是助基层 才能完成的剑阵 祝瑶为此也感到惊讶 小屁孩的实力这么厉害了 萧毅接下这招后 有些狼狈不堪 但他还没有挡下 不能输的信念 驱使他继续战斗 只能用那招了 只见他单手结印 一字一句地喊道 凌空而起 这一招惊动了高台上的掌门和尊者 这可是属于金丹七的剑术 没想到普通弟子里 竟有如此厉害的角色 看着剑阵将整个演练场笼罩 可想而知 这剑的威力 哪能是练棋竟能接住的 助遥只觉得心肩一颤 糟糕王徐之危险了 看到剑阵向他斩去 王徐之已然没有招架之力 千军一发之际 天空降落 瞬间将那本剑阵击个粉碎 而这威力强大的自己 正是助遥使出的天降雷一 一道高亢的凤鸣声响起 他缓缓站起身 你可愿拜入我们一下 看到地上被雷轰成的巨坑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的视线聚集到了他的脸上 此时的助遥只能用尴尬 形容现在的心情 立刻摆出一副 弱小无助的表情说道 如果我说我不是故意的 你们信吗 而这时 预言一把将他拎了起来 什么都没有解释 给众人留下一句 天快黑了 就带着徒弟直接溜了 掌门子木默默地看着两人消失的方向 整个人都凌乱了 为什么烂摊子都要我收拾 看着比赛台上还在志气的两人 子木倾刻两声 宣布道 此场比赛的获胜者是萧毅 也就是此次门派大比的练技组第一 萧毅文言连忙上前行礼 谢掌门 而这时 一声高亢的凤鸣瞬间响起 凤鸣尊者站起身 你叫萧毅 萧毅文言不由地愣了下 赶紧跪了下去 表示正是弟子 你可愿掰入我门下 众人吃惊地议论道 我没有听错吧 凤鸣尊者居然要收图 他可是从来没有收过图啊 萧毅文言也愣住了 见他久不回应 凤鸣显然有些不愿 你不愿 听见此话的萧毅 这才回过神来 盲达到弟子愿意 萧毅赶忙跪地 向凤鸣恭敬的行礼道 突然拜见师父 凤鸣见此微微点了点头 单手结印 一道亮光 向萧毅的眉心直射而去 留下一个 卵鸟样式的印记 而这印记 代表是清传弟子 才另一边玉林峰 预言刚回到玉林峰 就将祝瑶丢了下去 祝瑶立马露出 可怜兮兮的表情 看着自家师父 师父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真的 我发誓 说着举起手 做出发誓的姿势 肯定是那把大零件的问题 我一看见那零件 就浑身不对劲 当他听见预言说 你做得没错 紧忙点头表示 对 就不是我的错 可下一秒 他才反应过来 师父居然说我做得没错 而预言却说 那人凝聚的不是零件 是剑意 祝瑶文言也震惊了 剑意 那不是金丹七以上的剑修 才能修炼出来的吗 预言不禁皱起了眉头 理论上是如此 他能修的剑意 必是身有一宝 而此时祝瑶想起 穿越前的小说 自小被人欺负 机缘巧合得到一宝 然后一路打怪升级 从此走向人生巅峰 萧依这是拿了男主角的剧本啊 也不忘问师父 那是什么医保 预言表示 虽不知适合医保 但必定对他灵根大有帮助 建议不比零件 普通术法根本不能与之抗衡 你方才引下的是天雷 是世界最纯净力量 所以才能击散剑意 听到此话后 祝瑶不仅震惊 又有些后怕 预言则继续说 没有那道天雷 另一人已经是尸体 小镇一月之内 莫名失踪 近五十名男性壮年 究竟是什么所谓呢 看到祝瑶露出吃惊的表情 预言摸着他的头安慰道 不必忧心 他虽有一宝这天大的机缘 但你的机缘不比他小 祝瑶还是担心小屁孩 会有什么事 听到祝瑶关心别人 预言不高兴地说 你怎么关心一个外人的安危 他是子属的弟子 有事自有他师父担待 祝瑶疑或师父 怎么一言不合就便利 按照肖意那掌歪的三观 只不定对小屁孩下黑手 于是连忙问师父 你有没有什么防卫之类的法宝 可以借我用用 预言黑着脸回答 没有 说着瞬间消失在祝瑶面前 于是祝瑶就开始碎碎念起来 没有就没有 生什么气啊 抠门小气有没有同情心 一百块都不给我 呸一件法宝都不给我 转眼一个月后 众人都聚集在一起 此时的祝瑶不愿意给我法宝 愿意让我下山历练也行 旁边的小屁孩激动地喊着 祝瑶姐我们分到一组了 祝瑶突然发现人群中 消逸的身影 真是神样的缘分啊 只听掌门向众人喊道 所有弟子听令准备出发 站在非洲上的祝瑶 转头向小屁孩问 这次下山会做些什么 想象中下山历练 可以很多吃好的好玩的 看到小屁孩递过来的册子 说这是此次下山的任务 瞬间祝瑶的梦破碎了 祝瑶不解地问 不是下山历练吗 还有任务 小屁孩则表示 任务就是历练的内容 每个队伍都有各自的任务 此时的祝瑶已经悲哀地转过身 无奈地问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在西南方 玉幽城附近一个小镇 听闻镇上近一个月之内 已经连续失踪近50人 这次的任务 就是前去探查原因 祝瑶才知道 原来就是那座 靠近玉幽森林的修饰补给站 好像挺有意思的样子 众人来到镇上 吃饭时向殿小二打听 得知失踪的人 有镇上的也有过客 无一例外 都是正直壮年的男子 失踪的无声无息 王须之问 祝瑶姐你怎么看 祝瑶则毫不在意地说 放心 殿家刚不是说了吗 失踪的可都是身体强壮的男子 说着还不忘用手锤打住须之 看到王须之的反应笑着说 这里的俩小鬼头还不符合要求 在座的众人瞬间目瞪口呆 这时笑一尴尬的轻壳两声说 今天你们早点休息 祝瑶则摆出长辈的架子说 明日大家分头打听线索 晚上回客栈会合 两个人深夜在小树林亲热 眼看要上演精彩部分 却被一双手捂住眼睛 是什么心情 深夜 王须之找到祝瑶 他发现了一个沾有妖气的手帕 并在纸盒上试了一个追踪咒 刚刚纸盒飞回来 想必是找到这手帕的主人 想到此小屁孩 找到了导致多人失踪的罪魁祸首 祝瑶立马来了精神 要跟他一起去看看 王须之拿出师父给他的隐身符 只要贴上就可以隐去身形 原因以下的修饰查看不出来 祝瑶感慨 果然还是别人家的师父好 他家师父就是个小气管 千里之外 正在打坐的寓言打个喷嚏 莫名的四下看了下 祝瑶和王须之到达目的地 准备来个守株待兔 正在祝瑶埋怨守一个小时 连个影子都没的时候 只见树林里走出来两个身影 居然是同行的苏子和萧毅 萧毅一把拉住前面的人 苏妹妹 你听我说 我跟玲珑一块长大 她是我的责任 我必须照顾她 苏子哭得梨花待雨 你胡说 你明明就是喜欢她 祝瑶一脸兴奋地在线吃瓜 眼见两人越来越靠近 祝瑶在一旁兴奋地说 开始了开始了 终于两人贴到了一起 她看得正起镜 突然眼前一黑 小屁孩却捂住她的双眼 告诉她非礼物事 祝瑶急得刚要揍人 一只狐妖 赫然出现在小情侣的扇空 一招紧固将萧毅困住 小弟弟 要不要姐姐帮你 妖狐媚眼如丝 修饰的洋气可是大补 没想到今天会这么好运 放开萧毅哥哥 苏子 明初一道兵刃攻向狐妖 哼不自量力 妖狐扬手一挥 苏子瞬间就被弹了出去 再无还手之力 就在妖狐向其消逸洋气时 突然一股威压 以排山倒海之势压了下来 大胆女妖竟敢在这放肆 快看 这个女人本想着下山游玩 却因此丢了性命 看到面前的人居然是原因修饰 狐妖马上匍匐在地 恭敬地说小妖不知前辈在此 无意冒犯 还望前辈赎罪 还想狡辩 助妖抬起手 雷光在手头上行动 瞬间雷电击下女妖 使得狐妖前方的地面 发出剧烈声声 狐妖吓得浑身发抖 你伤我秋谷派弟子 还说无意冒犯 狐妖狡辩说 前辈误会了 小妖只是跟他们开了个玩笑而已 心里则想 还好没杀那丫头 希望这位只是路过 不知道我在镇上所作所为 狐妖阴沉着脸说 玩笑 狐妖冷汗直流 产妹对助妖说 前辈没有其他事 小妖便先行告退 说着整身就停 见狐妖匆匆跑跑的身影 王徐之从草丛后面走了出来 助妖则瘫软在地 我靠吓死了 刚那天 没把我灵气都用光了 差点摔下来 肖依过来行礼 感谢师叔救命之恩 这是一道冷冷的声音传来 你这声谢 还是留着和我说吧 小弟弟 看到去而复反的狐妖 大家都慌了 演戏也演完整一点 我才走了多远 就鬼哭狼嚎 想听不到都难 前辈你脸色不好 不知道小妖能不能帮忙 狐妖此刻身后的尾巴张开 向助妖等人发起攻击 见此助妖立马让大家让开 看到没有攻击到对方 狐妖挥手发起树道锋刃 向众人射去 找空隙 助妖大喊道 这么多年的网游不是白做 竟然真有用 助妖得意的说 看到自己的攻击再次落空 狐妖凝聚出火焰在手中 说有点小聪明 只不过是不够的 只见他释放出火焰 瞬间周围全被火包围 助妖等人只能遇见 飞向空中躲避攻击 数值网游的陆妖 很快分析出对策 唯一能打过Boss的方法 就是放风筝 助妖立马部署作战计划 肖依对下面释放突袭技能 范围越大越好 经过短时间的交战 占据下风的狐妖怒了 你们这些蝼蚁 说着狐妖释放出妖气 使用最强攻击 助妖见此 心里想着 就算灵气没有恢复 也只能再冒险一次 不过单是天雷 没办法一击杀掉 想到此助妖很快做出决定 忙对旁边的肖依说道 你放出你的建议 嘴里说着便直接使用天降 就在关键时刻 助妖看向正在犹豫的消逸 下一刻 胡妖直接来到助妖跟前 助妖倒下的瞬间 心有不甘地想着 我就这么死了吗 快看 这个女人死了 死去的助妖站在一旁 看着她的尸体 脸上印着大大的死字 面前出现对话框 你已经死透了 是否回复火点 是或是 助妖疯狂咆哮 怎么有种网游的记事感 说好的修仙文呢 看着王徐芝正抱着自己的尸体 疯狂往她的伤口输入灵气 然而根本无用 不会的 助妖姐 你不会有事的 助妖姐 你答应过 永远会保护我的 你怎么可以 此时的王徐芝 已经崩溃得痛哭起来 这是助妖第一次看到王徐芝哭 她于心不忍 想摸摸她的头 但刚被她忽略的对话框 开始疯狂毙毙扎堂 助妖烦躁的挥手 要将对话框推开 巧的是 按在对话框的暗笼上 却听见冰的一声 确认复活 助妖心里吐槽 这样也行 伴随着进度条加载完成 助妖也彻底消失 与此同时 胡妖出现在王徐之身后 想偷袭却被一击毙 来人正是预言 她感知到徒弟有危险 便第一时间赶过来 预言冷着脸 抢过助妖的身体 尝试用法术换回她的灵魂 却怎么都没有反应 就在预言懊恼自己来晚时 意外发现徒弟的神石 尚在人间 一百年后 一只小胖手伸向天空 好刺眼 这是什么地方 侍女惊慌地说 我的小姐 你怎么又爬到外面来了 说着将她重新抱回摇篮中 小姐 不要再乱跑了 我去给你拿咕咚 助妖也处在迷茫中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变成了个婴儿 突然 天上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下一秒已经站在了助妖面前 二人相互对望片刻 预言问 你被抛弃了 助妖一愣 你见过被抛弃在自己家院子里的吗 紧接着预言道 没关系 我做你的家人 预言将她轻轻抱起 我说你为徒 从今日起 我便是你的师父 既然你也同意 那便随我回玉林峰吧 此时助妖内心是不同意的 她不想修仙啊 无奈她还没学会说话 玉林峰 助妖啃着预言的手泄愤 师父却以为她饿了 助妖表示 我只是想咬人而已 于是站起身说 乖乖坐着 我去给你找吃的 片刻一碗米饭出现在助妖面前 助妖面露苦涩 叫一个婴儿吃米饭 真的科学吗 见她对米饭示弱无睹 要爬走 预言为难了 我爱吃 看来只有去问问那个人了 下一秒 预言带着奶娃 刷得一下出现在子慕的房间 放开我 为什么洗澡你也亲自动手 婴儿也有羞耻心的好不好 从子慕掌门纳回来以后 预言就开始了养闺女模式 一开始只是听了子慕老头的话 给她喂米糊 烫得助妖哇哇直叫 后来又听红仇的建议 干脆抓了投灵兽给她喂奶 助妖内心抗议 不能装瓶子里给我喝吗 就连睡觉都是一起 这些就算了 可是连洗澡也要亲力亲为 助妖内心哀嚎 婴儿也有羞耻心的好吗 最过分的诗 预言竟然给她取了个名字 叫预二 助妖愤怒地摔掉奶瓶 你才二 你全家都二 这天她趁师父不在 偷偷溜出去 独自在草地上爬行 空中飞过一只大雁 距离很远 奇怪的是 她能看得一清二楚 她怀疑修为也跟着她一块重生了 努力感应着灵气还在不在 却发现丹田空空如也 助妖有些丧气 什么嘛 空欢喜一场 于是又漫无目的往前爬 忽然手滑 身体咕噜咕噜地向坡下滚了下去 直到她撞向茂密的草丛 才停了下来 咦 这里怎么有个小包子 下一刻她就被人抱了起来 看清抱她的那人 脱口而出 小屁孩 但发出的却只是小孩一鸦的声音 王徐之自然没有认出她 抱着助妖逗着她玩 倒是个可爱的小包子 素妖一鸦一鸦地反驳道 你才是包子 王徐之捏捏她气鼓鼓的小脸 问她是哪个疯的 很熟很熟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可是大家都把她忘了 就连你师父也是 不过百年间就说了一个新徒弟 助妖被她累得有些疼 不安地挣扎 王徐之回神冲她笑了笑 没关系 就算这世界都忘了 我也记得她 只记得她 走吧 小包子我送你回去 助妖在王徐之的怀里没有出声 我居然死了一百年了 都一百年了 她还对我的死这么耿耿于怀吗 忽然伸出两只小手 紧紧抱住王徐之的脖子 在心里对她说 小屁孩我回来了 一进门便发现小屁孩的气息 原来是那小子 拐走我一个徒弟还不够 还想拐走第二个 徐妖一脸严肃地告诉助妖 以后不要随意搭理不相干的人 助妖立即自了她一脸奶 面露生气表示 谁也不能说我家小屁孩 忽然一生为民 把助妖吓了一天 徐妖看了一眼天空暴 别怕是有人结丹 快看 这个女人死了 百年后重生为一个婴儿 很快徐妖就抱着助妖 来到了一处山头上 饶使强大的徐妖 见着九九雷杰 如此大的骚动 也不免敢叹 杰丹之人必有不凡之处 而九九雷杰之下的人 正是萧毅 看着这狂暴的雷杰 萧毅却笑得很诡异 太好了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有了这宝物 我成为这师姐的主宰 只日可待 所有轻视我的人都等着吧 权力和女人 我一样都不会少 就在她换起 一到硕大的天雷 直接将她的防护罩劈裂 直接对着她袭了过来 而萧毅并没有 与这雷抗衡之力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幸好她的师父 奉一尊者及时赶到 将她救了下来 同时转过头教育她 为师早和你说过 不要太自负 若不是还没有等她的话说完 萧毅就一脸笑意地说道 怕什么 托儿知道师父会一直陪在身边 助遥看着阵阵雷杰 这也太厉害了吧 雷杰整整想了八十一道 一道比一道威力大 助遥这才输了一口气 总算劈完了 可预言却是冷冷地说道 不对 还没完 助遥文言也有些发愣 男主果然待遇不同了 果然天上的节云 仍旧凝聚不散 一道天雷劈了下来 突然天雷顿住 却是拐了个弯 然后直直地朝助遥劈了过来 气得助遥破口大骂 别人杜劫关我什么事啊 批他二位 月言也有些诧异 对助遥说还好 只是金干七的天雷 我必定可以 助遥 天雷穿了自己 直直地落在 两人变成俩飞没球 助遥默默转头看了一眼月言 师徒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欲言察觉到徒弟怨念的眼神 只好硬着头皮解释道 刚是九子天雷 而此时天空中残留的光点 正在慢慢聚集 片刻后 一条白色巨龙 就出现了两人的面前 巨大 未卯又向我飞过来了 可当助遥师徒 看到他一蹦一跳地往这边飞 整个人都无语了 刚刚那霸气威武的气势呢 可能是想起刚刚那道九子天雷 助遥条件反射的 大喊一声撕刀扑 不要过来 那条龙居然真就一下 停在了半空中 可怜兮兮地看着助遥 嘴里还发出委屈呜呜的叫声 看着眼前这条龙 助遥凌乱了 你呀到底是龙还是狗啊 白龙似乎明白 不让自己靠近的意思 终于一步一回头地走远了 身形越来越淡 最终消失于天际 欲言低头看向怀中的小徒弟 然后喊了声欲望 而欲望就是助遥重生前的名字 快看 这个女人死了 百年之后重生成为婴儿 助遥文言气得直接握紧了拳头 欲望你妹啊 而欲言只是轻轻仰起嘴角 一瞬间似是破冰重生 温柔地对她说道 回来就好 回到房间的助遥 有些心虚地看着欲言 师 师傅 你怎么发现的 欲言似乎看出来了 她在想什么 解释道 那条龙是雷元素的化身 能如此吸引雷元素 为时只见过你一人 还有 撕刀扑是什么东西 看到助遥傻傻地笑 欲言问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为时 欲言见她一脸委屈的样子 欲言心情有些低落地说道 是为事不对 我为保护好你 你不信我也属正常 助遥文言明显有些急了 连忙解释 因为她不能开口说话 可下一秒 助遥就惊奇地发现 自己居然能讲话了 欲言告诉她 修为恢复了 刚刚你受的那道天雷 正好蕴含着 你所需要的雷灵力 自然就能说话了 助遥文言却不理解 自己明明换了一个身体 为什么修为还会在呢 欲言也不知道为什么 转而摸着助遥的头 温柔地说道 欲望 无论你现在是否还相信 师父都会尽全力 保你平安 听到欲言的话 助遥感动的泪水 在眼眶打转 就在她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胸口的剧痛 让她在床上翻来覆去 欲言急忙将她扶起 探测一番 对助遥道 是天雷带来的雷灵气 你现在的身体太弱小 意识无法吸收 这么庞大的灵气 欲言急忙让助遥催动灵气 让灵气顺着经脉移动 片刻后哭呲一声 刚刚还是小孩子的腿 突然长大了好几倍 看到自己长短腿 助遥慌乱了 什么情况 意识到什么 助遥赶紧又催动灵气 在经脉移动 试着把灵气往头上引走 果不其然 她又多了一个大头 这使得她才意识到 只要把气团一到哪里 哪里就会变大 这也太好玩了吧 一旁的欲言见她已经玩上瘾了 顿时有些无语 不知过了多久 她的身体已经变成一个 十五六岁的少女母了 看着自己凹凸有致的身体 助遥满意的点了点头 果然我不管换什么身体 都这么优秀 一个月后 虽然欲言再三叮嘱她 灵气好光 还是会变成小孩子 最好不要随意下山 但助遥就在刚刚 感觉到了王徐志的威亚 怕她做什么傻事 所以便打算去看看 可这一路上的弟子 都在讨论萧毅的事情 也不免让助遥有些担忧 萧毅那小子又做了什么 当她听到有人说 萧师叔走过来了 助遥也没忍住 回头看了过去 过去就当着众人的面 在她脸上擦了起来 可能萧毅终于受不了 她那扒皮一样的动作 连忙阻止了她的行为 表示自己一点也不累 不用给我擦汗了 而此时的助遥 却有些碎碎孽 这怎么就擦不掉了 待萧毅看清助遥的长相时 郝美笑着对其说道 不知这位师妹如何称呼 她这是对我方便 可作为一个合格的技术人员 我只想把她一键DL掉号码 萧毅看到助遥 一定盯着她看 也没有回答自己的话 便师妹师妹地喊着 而助遥此时则想着 这个比头还大地感叹号 也不知道能不能拔掉 待她的手指 碰到那黄色感叹号时 一个系统弹窗 直接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触发剧情 外交易的前世今生